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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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掉你的身體 低掉你的責任 放鬆去活著的資格 今晚去的城市 但你太過認真 會錯過更多完美的可能 要不要做你的黑白的善 將變一眼淚 尋封你的靈魂 自由是一種精神 釋放你的靈魂 自我它說是無限的旅程 誰說成功合理 只有一種改革 你不一樣就不符合 所謂的去現在是不愧的部分 我必要是它的獨特 要不要做你的黑白的善 將變一眼淚 解放你的靈魂 也有這一種精神 釋放你的靈魂 做到這首無限的旅程 對 媒體大哥 大姐 你們好 我是羅爾 梁欣妮 這樣夠自由嗎 還有我們旁邊還有一些包廂的朋友 嗨 還有包廂的朋友 哈囉 還有好幾位躲在後面吃飯 可是有一點點細縫 可以看得到你的 吃東西很重要 盡量吃 所以這個很棒很自由的想法 今天我們在草地上 一個很自由的舞台 這個想法相信是跟你的專輯 是相互揮映的 所以什麼叫做自由靈魂 我覺得自由靈魂最有趣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個無限的可能 無限的創意 所以你的自由靈魂 跟別人的自由靈魂 可能長得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妳現在這一刻的自由靈魂是 我現在的自由靈魂還滿繽紛的 就是花花綠綠的 也是因為跟萬聖節有點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裝扮比較鮮豔 比較鮮豔 對 剛剛妳的新專輯登場了 沉澱了兩年 這兩年要比較一下 那妳這一張自由靈魂 跟妳的上一張專輯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覺得 其實它是延續 就是我第一張專輯 是在講有機音樂這個東西 那我把它當作一個底 然後在套上呢 我這一張有很多 Folk或Rock的東西 民謠 搖滾 那希望就是可以在上一層 更解放更自由的一個有機音樂 所以上一張專輯有點民謠的風格 這一次把它到2.0版 對…算是嗎 當然沉澱了兩年 這兩年其實妳也沒有顯示 做了好多事情 幫大家評論一下好不好 這兩年做什麼事 我自己想嗎 我… 沒有 這一陣子就是除了專輯之外 也有就是去拍戲 對 被抓去拍戲 愛麗絲的奇蹟 對…愛麗絲的奇蹟 還有一些微電影 那我覺得就是我一開始 沒有…坦白說 我沒有很想要去嘗試戲劇的東西 為什麼啊 可能自己沒有那麼擅長 對 會緊張 那不是我的就是安全空間 可是拍戲之後就是累歸累 可是收穫還滿多的 那通常在拍戲之後 妳有沒有閒下來 妳有在寫詞啊 寫歌之類的嗎 有 我那時候就是一邊拍 然後可能用手機寫歌詞 然後就是導演就想說 Laura怎麼一直在玩手機呢 然後我就跟導演說 沒有 導演 我在寫歌詞 然後那時候剛好是在寫 愛麗絲裡面有一個插曲 叫不敢哭的歌詞 所以導演就說 是會戲喔 好…妳繼續玩… 那妳在寫歌的時候 通常拍戲都等十幾二十個鐘頭 有時候頂著妝好累好累 那那個時候在那種壓力下 妳反而有激發出妳的自由靈魂嗎 對 其實很有趣就是 就是當我去演戲 然後我去嘗試不同的角色之後 我更多角度去看世界 那我覺得就是對我的歌詞 是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在背台詞的時候 學到不少新的詞彙 真的喔 對… 所以這個自由靈魂裡面 這些歌詞可能 inspired by這個劇本 對…沒有這部戲 可能就沒有辦法寫出這些歌詞 那除了拍戲之外 也有拍攝了兩個微電影 都是非常大的公司的微電影 那妳有四周遊玩 把心情再沉澱一下嗎 前陣子有遊玩啦 就是現在又滿想要出去了 可是剛好發變 所以… 心沒回來你看 那妳去了哪裡呢 前陣子有去歐洲一趟 對…然後我也有一個好姐妹剛結婚 所以…對…有去那個… 沒有啦 怎麼可能 就去當伴娘 第一次當伴娘 所以忙也忙完了 玩也玩完了 接下來可以把妳這些自由靈魂 收集在一起 準備擺進金磚裡面 當然來到這個年代 除了聽覺之外 視覺也好重要喔 聽說在MV上 也給了很多不同的想法 那我們前陣子在YouTube上面 如果有點到一個自由靈魂的MV的話 很不一樣 本人沒有出現 可是另外一個分身出現了 對…這次自由靈魂 我們就一直在想說 要不要就是以一個傳統的Band song呈現 就拍一支MV 那後來就覺得說 對…就是Band song這樣 可是我覺得好像少了一點創意 所以我們就是很慶幸可以邀請到 浪化兄弟的長青 幫我做了一個就是全手繪的MV 裡面有就是他自己手工畫的動畫 還有一些拼貼藝術 所以我覺得還滿酷 所以全手繪就是一張一張一張這樣子畫 對 就是一秒要畫十五格 那這首格大概兩分半 所以就像翻書這樣 對…可能一些對嘴的東西 他就是要一直畫 那通常一張要畫多久啊 我…其實我不太確定 可是我覺得他能夠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面 因為我們是…就是剛好想到這個想法的時候 時間已經有點限制 所以我聽說他是幾乎每天一醒來就開始畫 然後可能畫到凌晨睡覺 然後起來又繼續 那真的還滿辛苦的 所以我很感謝他 當然我們直接這個好的反應 直接在我們YouTube上面得到很好的點擊率了 那你的新MV有什麼想法 可以小小透露一下嗎 小小透露… 呃…應該人總得出現一下啦 所以… 所以下一支MV就是會有一些人的露出 我… 當然是人的露出 當然今天我們來到萬聖節 也晚一點聽說你會幫我們做小小的變裝對不對 對 萬聖節 我們會非常期待 想知道到底心中的Trick or Tree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OK 當然除此之外呢 聽說網路上現在有一個叫自由計畫 是不是 它是什麼東東來的啊 其實就是從我專輯裡面 我有列一個自由清單 就是我覺得呢 我如果做到 我可以得到更多自由的東西 然後我強烈鼓勵大家就是一起列一個自由清單 像我的自由清單裡面有一個是 一個人出去吃飯 就是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爛喔 我常這樣 一個人在東區自由清單 for你應該滿難的啦 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 對 那其實就算不是一人 我相信就是 台下可能有一些人會覺得 這有一點小的難度 或是說可能你的自由清單 你是想要就是 那個裸體就是在東區跑一跑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喔 對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做這個計畫呢 就是如果你列出你的自由清單 可是你沒有 可能差了一點點勇氣或支柱 才能完成這個東西 那請Hold在我們的YouTube上面 你可能就會被挑戰 蛤 你會想要幫他完成 對對對 任何協助 就也許我是幫你拿衣服的那個人 就是你在裸奔的時候 幫你顧你的衣服 所以如果華哥需要一個助理的話 你也可以幫他旁邊來 幫他背一下包包了對不對 沒有問題 那請你務必要上傳到我們的YouTube了好不好 當然今天來到這邊呢只唱一首歌 怎麼夠過癮呢對不對 今天你有邀請到兩位我們的樂手朋友 來幫忙對不對 我們介紹一下這兩位朋友好不好 這位鼓手是曹中 曹中你好 吉他手Johnny Johnny你好 然後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 WOW OK 做一個簡單的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草莉音樂會 希望大家可以感受那種比較輕鬆自在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想要到後面走過去當我們臨時演員 也是可以對不對 如果你要隨便在這邊就是找個位子坐下來也歡迎你 可是應該沒有人會這樣做 那不管如何 我們趕快再次釋放你的自由靈魂吧 那來 接下來這兩首歌都跟自由有關 希望大家就是在聽的時候也許可以注意一下歌詞裡面不同的自由 第一首歌叫做Darling 謝謝 白色黃顏遮住了藍天的笑臉 藏在烏雲後的真心模糊未偏 請問大雨叫醒了我 請問大雨叫醒了我 請起了愛你的念頭 鏡子卻翻射雙眼 請問的呼籲 沒有了光環 不在圍中 能否愛我如從前那模樣 打定這次我會更誠實的愛你 要改變去徹底 面對自己大的魔術 演出是愛情的美麗 這次我的心為你透明 請你別再閃躲 我尷尬的笑容 我尷尬的笑容 讓我更難過 就算只是朋友 也能不能夠只好只說 讓我更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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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怪你的灑脫 溫暖落我胸口 等待你很沉重 讓請你折磨 不要拍著我 天真的說 現在的你是多麼脆弱 这样讽刺求救 原来最痛 我不敢哭 因为我不想忍输 你的心为他守护 我比谁都清楚 我不敢哭 或许也始终忍输 爱你却说不出 就当作祝福 大家就把相机都是真本 我们记得会没有拍 对 帮你写辞职信 好 那马上我们要做一个事情 就是LARA带着所有在舒适牢笼里面的人 一起来自由解放你的灵魂 中斧